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两人路上也算有个陪伴 不那么孤单 这个小小的心愿大家自然会帮她完成 在看完遗体后 于怨起就被火化了 事后被送入墓园 大家也将她爱犬压压的骨灰放到一起 也就是合葬 这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是完成了 应该会在天上更开心一些 在举办葬礼之前 于怨起的闺蜜就说自己被托梦 她告诉闺蜜要选白色的兽衣 本来托梦一世就非常玄乎 大家也都宁可信己有 何况区区一件兽衣 所以大家就依着闺蜜的意思 选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但在葬礼结束后 或许因为太过冲击 于怨起女儿说自己梦到了妈妈 她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色裙子 从天上飘下来 问自己漂不漂亮 在女儿回答之后 她又微笑着飞到天上去 经过此事后 大家都开始相信了闺蜜的托梦一说 毕竟小孩子不会撒谎 于怨起的骨灰将在基隆永恒园区安置 因为她的阿伯诸葛亮也在这里 所以于怨起早就选好位置 她想要跟阿伯在同一个地方 弟弟也表示已经祭拜过诸葛亮 希望她能够多照顾一下姐姐 当初也是诸葛亮在举办追思会的时候 所有人都到场了 广阔的草地充足的阳光 无论是风景还是建筑都十分漂亮 这也是于怨起最后选择这个目的的原因 于怨起的弟弟说 在祭拜过诸葛亮以后 晚上就做了个梦 梦里诸葛亮说 姐姐的死是因为前世夜离太重 所以得了癌症 阴年早逝 那么于怨起的死因 到底和前世的夜离有没有关系 看看佛怎么说 佛说 众生得病有十种因缘 生老病死是凡夫俗子 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 得病也是比较常见 比如感冒再普通不过了 有时得了大病 可谓是苦不堪言 在佛医经中 佛陀说 人得病的十种因缘 一者 久坐不握 二者 食无带 饮食无度 三者 忧愁 四者 脾疾 五者 淫逸 六者 撑 七者 忍大便 八者 忍小便 九者 至上风 呼吸 十者 至下风 而在摩科指观指出 造成疾病的有六种因缘 一 四大布条 四大是地水火风 在释迦佛眼里 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的合合 在《圆绝经》中 释迦佛指出 地大以坚硬为性 如人身中之毛发 爪齿 皮肉 筋骨等均属之 水大以润湿为性 如人身中之唾涕 浓血 金叶 痰泪 大小便等均属之 火大 以燥热为性 如人身中之暖气属之 风大 以冻转为性 如人身中之出入息 及身冻转属之 四大布条就是生病的别名 生病 佛门称之为四大布条 弥陀略解园中超中讲 地大布条 举身沉重 水大布条 举身胖重 火大布条 举身蒸热 风大布条 举身倔强 二 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 过饥过饱 或饥饱无常 暴饮暴食 不知道适度 营养不得补充 或损害脾胃 致使气血亏少 正气不足而致病 尤其是现在我们吃的食物 比如蔬菜瓜果 有很多都是打农药 所以会有农药残留 如果洗不净的话 长期吃必然会得病 三 坐禅不条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打坐对身心的修炼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从骨结构上来说的话 由于打坐要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静坐 因此只要姿势不当 随着坐的次数越多 时间越长 姿势不当所导致的弊病 将会被显现出来 但是由于这种对身体的伤害 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比较隐性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打坐所造成的 很多人打坐的时候 为了求精进 坐到腰背酸痛难忍时也硬挺着 或者是昏沉打瞌睡也不下坐 任其驮着背打盹 这一点一定要避免 因为你能正直地坐在那里 是因为体内的气在支撑着 如果是累了就要下坐 累了实际上是说明你气不够了 这时候强坐 只会劳损你的腰背肌肉和脊柱 四 鬼神得变 定制法师开示 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 鬼也不是无缘无故地欺负病人 因为鬼要欺负病人的话 首先这个病人要有邪念 比如说他有淫欲心 就会照感到淫欲的鬼 淫欲的鬼会吸食他的精血 因为你内在本身就有邪念 有淫欲心 比如有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床上思念淫欲 晚上睡着了以后 一些鬼就压在他的肚子上 然后变成美色来诱惑他 让他在梦境里起淫欲 一下子就出问题 另外一个 有些人称恨心很重 然后就照到称鬼 称鬼附体以后脾气很燥 导致这个肝脏会得肝癌 肝炎肝脏的病 然后就痛不欲生 身体疼痛啊 火气大 经常骂别人 经常语言上冲突 这个是称恨心重的人 本身的念头就不正 还有一种是傲慢心 傲慢的不得了 以为自己是谁了 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得 以为自己是大祖师 或者说已经成佛了 或者说怎么样 未正严正 这本身就犯了大妄语 会像无间地狱的 所以佛说 贪嗔痴慢疑 还是很有道理 假如继续这样下去 鬼就会得便 时间久了以后 就会堕入魔道 有正念 所以鬼不得便 如果说没有正念 鬼就要欺负你了 就要害你 所以有鬼不怕 关键是你有没有正念 有正念 鬼没有办法害你 所以你放心大胆 不要怕鬼 这里面最厉害的 就是魔王波荀 他会让他的魔子魔孙 来扰乱你的修行 波荀是六欲天天主 最喜欢破坏佛法了 他最不愿看到修行人 悟到正果 他最不希望人脱离生死 六道轮回 所以他看到你在六道里 投进投出 是他最喜欢看到的 所以我们修行会遇到 但是只要我们的心地清静 魔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比如我们念佛念到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就是常说的念佛三昧 一句阿弥陀佛 即是无上甚深微妙禅 魔更拿我们没有办法 而且常置心念佛之人 阿弥陀佛会遣二十五菩萨 随身护卫 魔更是离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 六 恶业所起 就是恶业感召的病 也就是业障 是业障病 这个病最麻烦 医生也治不了 因为它和因果有关系 生生世世所造的恶因 今生遇到合适的缘 就会感召恶果 就是你要修行或者念佛 冤亲债主就会来找麻烦 使得我们修行和念佛 往往不得利 你要忏悔 并以自己修行或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 超度他们 并时常忏悔 后不再造 而且要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总而言之 业障病很多 很麻烦 要细心去检点 把病根找到 把源头找到 然后你对质 凡事都离不开因果 因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 已经种下无法改变 但是这个因要结果 中间还需要一个源字 就像我们种了一粒种子 有充足的水分 空气和阳光 它才能发芽 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要造善缘 结善果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